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 作者 帕拉洪萨 尤加南达 翻译 王家达 第21章 石雕圣像的心 你姐夫总是嘲笑我打坐的房间内的圣人画像 怎么办呢 你帮帮她可以吗 我的大姐罗马恳求地看着我 当时我正在他加尔哥达基里士维迪亚拉南巷的家中做客 大姐 我会尽力的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于一年前就将克里亚瑜伽传授给了姐姐 她的进步很明显 我对她说 我明天去达森塑瓦尔圣庙 你和姐夫一同跟我去 她会改变态度的 第二天早晨 姐姐果然说服了姐夫 我们三人一同前往达森塑瓦尔 穆坤答 哪有什么圣人 都是骗子 姐夫用不屑的语气对我说 马车抵达达森塑瓦尔圣庙时 她拍着我的肩膀说 别忘了让你的圣母给我提供午餐 我静静地走到卡丽大殿前的大厅 选了一个地方开始打坐 卡丽女神在达森塑尔的圣像是伟大的上师帕拉洪萨 圣锐马克里斯纳特别崇拜的对象 石雕圣像也常常在她面前现身 我向女神祈祷着 圣母 请您现身吧 五个小时过去了 女神仍然没有在我内在的体验中现身 我沮丧地睁开眼睛 一位僧人遵从午间的习俗正在关闭庙门 我来到了庭院 圣母 我今天来是请求您改变我姐夫的心态 我内在的祈求马上奏效了 圣庙忽然扩大了 庙门缓缓地打开后 出现了卡丽女神的石像 她逐渐地变成活生生的形象 微笑地朝我点头 我肺中的气息消失了 然后我进入了禅定意识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左边横河的河面上几公里远 越过圣庙更可看到整个达森斯瓦尔地区 在庙堂墙壁的后面 我突然看到姐夫坐在一株神圣的 孟加拉苹果树多次的树枝下 我知晓了她的想法 在达森斯瓦尔神圣的影响下 她的心灵已被提升了 但她对我依然很不友善 圣母请改变我姐夫的灵性吧 女神像终于说话了 好的 我微笑着走近姐夫 她却愤恨地挥动着拳头向我叫喊着 这时庙堂恢复到原先的大小 女神消失了 我的食物呢 现在庙门已经关了 我们的午餐怎么办 她又咆哮道 让我瞧瞧你的圣母是通过什么方式给我们食物的 正在这时 一位庙里的僧人穿过庭院到我们这边来 孩子 今天早上我看到你们的到来 就觉得要为你们准备午餐 我表示了谢意 我发现姐夫已露出惭愧的表情 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包括不是当季的芒果 姐夫的胃口却很小 回去的路上 姐夫的态度变了 一直保持着沉默 第二天我去姐姐家 她高兴地对我说 你姐夫昨天晚上哭了 又过了几年 我去德里探访姐夫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 她在自我了物方面已有高度的发展 但她已重病缠身 我想这个人的生命已接近了尾声 姐姐对我说 我要先她而去 大约在她预言后一年 我在美国的时候 姐姐死了 事后我的小弟必修告诉我详情 姐姐死时正和姐夫在加尔哥答 那天早上 她竟然穿上了结婚的礼服 你怎么这身打扮 姐夫问她 我要走了 姐姐回答道 很快她的心脏病就发作了 姐姐死后 姐夫变成了另一个人 必修继续说道 有一天她和我在看一张姐姐的照片 姐夫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 等着我 很快就会见面的 没过多久 姐夫就死了 第二十二章 我获得了学士学位 你从不重视哲学作业 又不用工读书 我看你很难及格 塞伦波尔学院 哥夏尔教授很严肃地提醒我 我若是通不过他这门课的期末考试 就没有资格参加毕业考试 印度大学生如果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那一年的期末考试中 有任何一科不及格 第二年必须重新考所有的科目 塞伦波尔学院的老师们 都相信我无法通过期末考试 在期末考试的成绩公布之前 我请一位同学与我一同 去教授的研究室 你得为我作证 我告诉他 我问格夏尔教授我的成绩如何 他摇着头说 你没有参加考试 哪来的成绩 我笑了笑说 先生 我确实参加了考试 我自己找找可以吗 教授想了想 答应了 我轻易的就找到了我的试卷 我在试卷上只写了座号 而没有写上名字 没人注意到我红标的名字 我虽然没有隐居教科书 但还是获得了高分 教授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大喊着 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手 这次算你幸运 但你最终肯定过不了 毕业考试那一关 其他科目的考试 都有人帮我补习 最后公布期末考试的成绩时 我的每一科都刚好及格 四年的大学课程结束了 我具备了参加文学学士 毕业考试的资格 可我并不用心准备 我每天都去看圣尤利斯瓦尔 很少在课堂上出现 某天夜里十一点左右 我刚要离开修道院 上师忽然问我 文学士的考试快开始了吧 再有五天就开始了 你要考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吧 我摇着头说 我很少去学校听课 这您是知道的 我不想参加文学学士的考试了 上师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必须参加 你只要去考试就行了 到时候你要尽力而为 那好吧 我参加考试就是了 我极不情愿地说 不过已经来不及做准备了 次日我来到修道院时 心情不像往日那么轻松了 穆坤答 不论是考试还是做别的什么事 上帝还从未让你失败过吧 是的 先生 上师引用马太福音对我说 你们要先追求上帝的国度和他的正义 接着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诸于你们 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们用过午餐后 他要求我回庞西去 你的朋友罗米西·昌州尔杜特 还住在宿舍吗 是的 上师 你现在就去找他 上帝将让他帮助你 但罗米西太忙了 他修了很多门课 上师很有把握地说 罗米西会为你挤出时间的 你现在就去吧 回到庞西后 博学的罗米西 答应帮我渡过难关 从那天下午开始 到以后的几天之中 他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着我 我相信英国文学 很多题目都会集中在英国诗人 切尔德·哈罗尔德所走过的路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本地图 我急忙跑到沙拉达伯父家 借了一本地图 罗米西在欧洲地图上 把那位旅游者所到的地方 画上了记号 第二天参加英国文学的考试时 我一看到试题非常激动 罗米西口授给我的问题 就在试卷上 在考试的那个星期 我花了许多时间跟罗米西在一起 他选出他认为教授可能会考的问题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罗米西的选择总是正确的 一天我忽然想到英国文学考试时 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有一组试题分为两部分 A或B以及C或D 我忘了分组回答问题 却粗心地用第一组的答案 回答两组的问题 没有考虑第二组的答案 我所能得到的最高分是33分 而36分才能及格 我马上跑到上师那里 由于我的粗心 我的英国文学肯定不及格了 没问题 穆坤答 圣尤蒂索尔的语调很轻松 我回到旁熙后 一个同学说 我听说今年英国文学考试的分数降低了 经过证实 及格的标准确实降到了33分 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在圣尤蒂索尔长期的训练下 我很有把握的不理会哲学课本上的解释 我的哲学考试拿到了最高分 别的科目也都及格了 我获得了文学学士的学位 我跪在古如的脚下 感谢他对我的所有祝福 第二十三章 我成为僧团中的和尚 上师 父亲让我去孟加拉 那个普尔铁路局 做行政工作 我没同意 我一直想成为僧团中的和尚 好的 我明天就让你正式加入僧团 上师平静地继续说着 难得你一直有这个想法 拿西里马哈赛说过 如果夏天你不要请上帝成为你的客人 在你生命中的冬天 他也不会来 第二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是1914年7月 在我大学毕业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四 在上师塞伦布尔修道院的阳台上 上师把一块白色的丝绸 浸染成传统僧袍的褶色 晾干了之后 古如把它作为出家的僧袍 披在了我身上 他说 你以后将要去西方 而西方人喜欢丝绸 印度的尊者崇尚清贫 很少有穿着丝绸僧袍的尊者 但很多瑜伽行者穿丝绸的衣服 因为丝绸对身体能量的流动有益 上师说 我不注重行事 我为你举行不均利于行事的皈依仪式吧 比比底萨或复杂的僧团皈依仪式 包括活祭仪式 并举行象征性的葬礼 之后对新生的尊者涌畅如 灵魂就是梵天 或你就是那个 或我是他 而圣尤蒂斯瓦尔喜欢简单 所以省掉了所有繁文入节 仅仅让我自己选一个法名 我思索了片刻 说 尤加南达这个名字的意义是 经由天国融合的极乐 好 你俗家的名字 穆坤达拉尔高绪 从此不用了 自今日起 你就叫做尤加南达 属于僧团中的吉利宗 我终于变成尊者尤加南达 我兴奋地唱了几节 出自赞美圣主 尚杰罗的梵文诵词 心灵不是智力 不是自我 情感 不是地 不是金属 我是天空 我是他 我是他 神圣的灵性 我是他 无生 无死 我没有身份 父亲 母亲 我都没有 我是他 我是他 神圣的灵性 我是他 超越幻想的飞翔 我是无形的 充满所有生命的手足 我不怕束缚 我是自由的 永远自由的 我是他 我是他 神圣的灵性 我是他 所有尊者都隶属于 古代商杰罗所创建 而延续至今的僧团 这是一个正式的制度 代表着圣人一脉相传的 成为积极的领导者 所以没有人可以 自称为尊者 他只能从 另一位尊者那里 正式的受封 然后发誓 谨守清贫 禁欲 和服从灵性导师 尊者除了用 阿南达 作为法名的字为外 也使用头衔 来代表 他正式所属的 僧团的宗派 这十个宗派 包括 吉利 一吉山 即圣尤蒂斯瓦尔 和我所属的一派 其他的还有 萨迦尔 一吉海 帕拉提 一吉土地 阿兰亚 一吉森林 布利河 一吉信道 提尔塔 一吉圣地 和 自然的智能 等等 因此 尊者的法名 带有双重意义 既代表了 以天国的品质 或状态 爱 智能 奉献 服务 瑜伽 所到达的 终极喜乐 一吉阿南达 也表示 与海洋 山岭 天空 等自然的属性 圣尤蒂斯瓦尔 是一个尊者 同时也是个 瑜伽行者 一个和尚是凭借 他与古代制度的关系 而被称为尊者 但不一定就是一位 瑜伽行者 而任何人 只要修行与上帝 接触的科学方法 就是一个瑜伽行者 已婚或未婚 在家或出家的人 都能成为一个瑜伽行者 尊者只是遵循 枯燥的理论 或舍弃一切 而瑜伽行者 则以明确的方式 逐步地训练身体和心灵 使灵魂得以解脱 瑜伽行者 休息由早期的先知们 制定出来 经过完全测试的练习 印度在每一个世代 都有人凭借着瑜伽 达到真正彻底的解脱 瑜伽 适用于各种气候下 及不同时代的人 古代先知 帕坦加利 定义瑜伽为 控制心智本质的波动 他简短精湛的阐述 使瑜伽经构成了印度哲学 六个体系中的一个 与西方的哲学相比 印度的六个体系 不仅包括了理论 还含有实用性的教导 除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以外 这六个系统制定了六套明确的戒律 他们的目的是消除痛苦 而达至极乐之境 这六个体系的共同思想是 人类如果不知道最终的真理 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奥义书确认了在这六个系统里的瑜伽经 包含直接体验真理的最有效的方法 通过瑜伽实际的技巧 人们能够把无用的思绪全部抛住脑后 从而认清宇宙本质 帕坦加利所概述的瑜伽系统 就是所谓的八步功法 第一个步骤是 一 内在控制 及二 外在控制 需要遵守十种正面及反面的戒律 避免伤害其他的生命 不说谎 不偷盗 不饮邪和不收礼物 净化身体和意念 知足 自治 学习和奉献上帝 其次的步骤是 三 体位 脊椎要挺直 身体稳固地以舒适的姿势打坐 四 调息能量控制 一级控制生命能量和生命能量流动 即五 收敛感觉 最后的步骤是瑜伽本体的形式 六 集中 一级专心 集中注意力在一个念头上 七 禅定 一级打坐 和八 三摩地 一级超意识的体验 这是瑜伽的八步功法 引导人到最终的目标 绝对的唯一存在 博家范哥指出瑜伽的方法是无所不包的 他的方法并不只适合某些类型及气质的人 比如那些少数倾向出家生活的人 瑜伽并不需要形式上的忠诚 瑜伽的科学可以满足普遍的需要 他具有广泛的适用价值 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博士 非常推崇瑜伽 他写道 在西方 当一个宗教的法门介绍自己符合科学时 就可以确定他的公众性 瑜伽和瑜伽想预期 荣格博士写道 除了相当新奇及一知半解的魅力外 瑜伽会有许多拥护者是有充分原因的 他提供了可控经验的可能性 满足了科学上对事实的需要 除此之外 也由于他的深度和广度 他令人肃然起敬 久远的传承年代 他包括于生活中每个阶段的教育和方法 以及他预示了梦想不到的可能性 每种宗教或哲学上的休息 都意味着心理上的训练 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保健方法 瑜伽多种纯粹身体上的动作 也意味着生理上的保健 优于一般的体操和控制呼吸的运动 因为它不仅是机械及科学性的 同时也是哲学性的 在训练身体的各个部分方面 它将它们与整体的精神结合起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调息能量控制的练习中 生命能量既是气息 也是宇宙普遍的动力 当个体所做的事 同时也是宇宙正在发生的事件时 身体所体验到的作用 即神经感应 与精神上的情感 以及宇宙意识结合起来 由此所发展出来生动的统一性 是用任何科学方法都无法产生的 瑜伽的修习若是没有瑜伽基础的概念 不但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也是没有用的 它用非常完整的方式 将身体与心灵结合起来 在东方 这些理念和实践 数千年来 已发展成为延续性的传统 创立了必要的心灵基础 我肯定地相信 瑜伽是最完美 且最适合的身心融合方式 这种融合可以产生 让直觉超越意识的精神特质 第24章 哥哥阿南达与妹妹纳里尼 阿南达的寿命即将结束了 那天我打坐入定后 我的意识中出现了这句话 那时我刚刚加入僧团 我去了我的出生地哥勒科普尔 看望哥哥阿南达 哥哥的病来得很突然 我不忍心看到哥哥死在我的面前 便匆匆地离开了印度 我坐船沿着缅甸 经过中国海航向日本 我在日本的神户赚了几天 仍然打不起精神来 返回印度的途中 船在上海暂停 随船的密斯拉医生 带着我到几家古董店去 我为上师和亲朋们选购不同的礼物 我买了一个大型的竹雕要送给阿南达 当中国店员把竹纸纪念品交给我的时候 他却从我的手中滑落了 我的意识中出现了哥哥死去的情景 他的灵魂刚刚在无限中获得解脱 我流着泪在竹子上写道 献给刚刚离去的阿南达 我身边的密斯达医生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 别浪费眼泪了 返回印度时 我的小弟毕修在加尔格达码头等着我 阿南达已经死了 告诉我他死亡的时间 在毕修未及开口之前 我急切地向他发问 毕修所说的日期 正是我在上海买纪念品的那一天 密斯拉医生听后惊异地看着我 阿南达死后不久 我的妹妹纳里尼去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在讲述这个故事以前 我先提一些她早年生活的片段 纳里尼小时候很瘦 我过去经常取笑妹妹受得像一副尸骨架 长大以后 纳里尼与加尔格达的一个年轻医生 潘加龙·博斯结了婚 后来妹夫博斯医生和我成为了挚友 我们常聚在一起拿妹妹的瘦开玩笑 有一天妹夫跟我说 我在你妹妹的身上试过各种方法 鱼干油 奶油 麦芽 蜂蜜 鱼 肉 蛋 补药 可她还是皮包骨 哥哥 你上楼来 我有事求你 那次我正在和博斯在家闲聊 妹妹忽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上楼后发现她满脸泪痕 哥哥 现在你看起来很强壮 你能不能也帮帮我 我的丈夫很少靠近我 而我又非常爱她 其实我更想在了无上帝方面得到你的帮助 我被妹妹感动了 又过了几天 她提出了进一步的请求 我要做你的徒弟 我要接受你的训练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训练我 我把信心放在上帝而非补药上 接着 她把所有的药品全部倒入了排水管中 我让她在饮食中去除所有的鱼肉和蛋 以此检验她的信心 又过了几个月 我去看她 纳里尼严格地遵守着我给她制定的各种规定 我发自内心地告诉她 在天国的恩赐下 你的身体从今天起将会长出肉来 用不上一个月 你就会跟我一样地结实了 我的话果真实现了 不到一个月 纳里尼的体重跟我基本相同了 她变得很有魅力 她的丈夫非常高兴 他们的婚姻也日趋美满 我从日本回来后便听说 纳里尼染上了伤寒 我去她家探望时 看到她病得只剩皮包骨了 正处于昏迷状态 妹夫说 我和其他医生都觉得没有希望了 况且她又得了出血性利己 我请了一个在印度的英国护士 在她全力的配合下 我在妹妹身上使用了各种瑜伽治疗方法 终于治愈了她的出血性利己 可博斯医生仍然绝望地说 她已经无血可流了 她会好起来的 七天之内她就会退烧 我对妹夫说 七天后 纳里尼张开了她的眼睛 从那天起 她恢复得很快 并且恢复了以往的体重 然而她的双脚却麻痹了 医学专家们表示 她从此将永远博足了 持续的祷告已经是我疲劳过度 我便去塞伦波尔 请求圣尤利斯瓦尔的帮助 放心 你妹妹的脚在月末就会恢复正常 让她贴着皮肤戴一条袋子 用钩环固定住没有打孔的两颗拉珍珠 我古如继续准确地描述了 她从未见过的纳里尼身体和精神上的特性 我问道 这是星象的分析吗 可您并不知道她的出生日期啊 圣尤利斯瓦尔说 还有更深入的星象学 并不依据日历和钟表 我买了一颗珍珠给纳里尼 月末 她瘫痪的脚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我向上师转达妹妹对她的感激 她静静地听着她的信息 医生们都告诉你妹妹她不可能生小孩 我可以保证她在几年内会生出两个女儿 过了几年 纳里尼生了一个女儿 又过了几年 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妹妹激动地说 哥哥 请告诉圣尤利斯瓦尔 通过你 我也算是她克里亚瑜伽的徒弟之一了 第25章 克里亚瑜伽科学 现在 很多人都听说过克里亚的瑜伽科学 克里亚梵文字根克利是做 行动和反应的意思 与自然因果律 业障的字根相同 因此 克里亚瑜伽就是借着某种动作或仪式与无限融合 因为一些古代瑜伽大师的禁令 在这本公之于众的书中 我不能对克里亚瑜伽进行详细的解说 具体的方法必须向克里亚瑜伽的老师学习 此时我只能简要地说明一下大概情况 克里亚瑜伽能够排除人体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代之以氧气 这些额外的氧原子会转变成生命能量的流动 活化头脑与脊椎中心 经由阻止静脉血液的聚积 瑜伽行者能减少或防止组织的衰退 高等的瑜伽行者可以将他的细胞转变成纯粹的能量 以利亚、耶稣、卡比尔以及其他先知都是过去的上师 他们使用克里亚或类似方法 能够让身体随意地消失 克里亚瑜伽是一门古老的科学 后来失传 之后由巴巴吉重新发现并阐明了这项技巧 拿西里马哈赛从他的古如巴巴吉那里学到了他 现在是十九世纪 我将克里亚瑜伽经由你传给这个世界 巴巴吉告诉拿西里马哈赛 最伟大的印度先知克里斯纳 在伯加范哥诗中曾提到克里亚瑜伽 把吸入的气息送到呼出的气息 把呼出的气息送进吸入的气息 瑜伽行者调和这两种气息 这样他可以从心脏那里释放出生命的力量 并控制它 瑜伽行者借着生命力的增加 阻止身体的衰退 借着阿潘 一级消除能量的流动 阻止身体生长的变异 如此衰变和生长互相抵消 经由平息心脏 瑜伽行者学会如何控制生命 最早的瑜伽阐述者 古代的圣人帕坦加利曾写到 克里亚瑜伽包括了身体的规律 心灵的控制 及翁的冥想 帕坦加利谈到 上帝是在打坐中听到真实的宇宙之声 翁 翁也是创造的源起 振动发动机的声音 即使只是初学瑜伽的人 很快的就可以在内在中 听到这个奇妙的翁声 帕坦加利提到克里亚技巧时 是这么写的 用分开吸气和呼气的方法 达到能量控制 获得解脱 克里亚瑜伽是一种能够加速人类进化的工具 圣尤蒂斯瓦尔告诉学生 古代的瑜伽行者发现宇宙意识的奥秘 与呼吸的掌控是紧密相关的 这是印度对世界知识宝库独特的贡献 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力量必须通过平息 止住呼吸不断的需求方式 将它释放出来 用在更高层次的行为上 克里亚瑜伽在心灵上导引人的生命能量 在六个脊柱中心 即颜髓 脊椎 背脊 腰部 肩骨 和尾骨神经丛的周围 旋转和上下移动 这些中心相当于星象上的十二宫 也是人类宇宙的象征 能量在人类敏感的脊髓周围循环半分钟 就可以产生进化上的微妙进展 这半分钟的克里亚相当于心灵 在自然情况下一整年的进步 人的灵体系统共有六个内在的星座 若包括正反极性的差异是十二个 而围绕在全知第三眼的太阳 与自然界的太阳及黄道十二宫有相互的关系 所有的人都受到内在及外在宇宙的影响 古代的先知们发现 地球上和天文上的环境 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 推动着人类自然的进化 印度圣典上说明人类 在正常没有疾病的状况下 需要一百万年的时间 才能使他的头脑进化完美到 足以表现宇宙的意识 一天八个小时练习一千次的克里亚 带给瑜伽行者相当于一千年的自然进化 然而克里亚的快捷方式只能由高等瑜伽行者采用 克里亚的初学者一天只能练习两次瑜伽 每次十四到二十八下 一些瑜伽行者可在六年、十二年、二十四年或四十八年后达到解脱 瑜伽行者如果尚未到达完全的了物就过世的话 他会带着过去练习克里亚成果的善业 在新的生命中仍然可以继续 克里亚使向外的生命力不会被感官耗尽 而会与更细微的脊椎能量重新结合 在这种生命力的强化作用下 瑜伽行者的身体和脑细胞都充满了灵性 克里亚用生命力直接控制心灵 这是通往无限的、简单而有效的科学大道 瑜伽科学是以所有专注形式和打坐练习的经验为基础的 瑜伽使前信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或观上 来自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的生命能量的流动 能够控制身体和心灵 瑜伽行者最后必会战胜死亡 正如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写过的那样 如果你以死亡为时 他却以人为时 死亡一旦逝去就不再有死亡 克里亚瑜伽行者超越了所有的幻灭 进入自由的本质 所有的印度圣典都表示 人类不是由会腐败的肉体组成的 而是由活生生的灵魂组成的 外在的仪式不能消灭无名 因为它们不是相反的事物 商杰罗在他著名的《诗的事迹》中写道 了物的知识单独就可以摧毁无名 光是询问 知识是不会出现的 我是谁 这个宇宙是如何诞生的 谁是他的造物主 他物质的起因为何 这些就是先前所指的询问 俗世中的所谓知识分子 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此先知们发展出瑜伽作为探索灵性的方式 伯加范哥经常在美克里亚瑜伽是真正的火迹 因为瑜伽的进化之火能够照亮一切 高等的瑜伽行者消除了所有心理 意志和感觉上 因身体欲望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融合了心灵与脊椎中超意识的力量 不会被冲动或是人类心的愚昧所驱使 这样的瑜伽行者实现了最高的渴望 使自己的心灵享受着无穷的快乐 瑜伽行者将他人性中的所有渴望 全部供奉给了上帝的火焰 这才是真正的瑜伽火迹 至尊奎什纳曾用下面的话赞扬那些高超的瑜伽行者 瑜伽行者比修炼身体的苦行者伟大 甚至比智能之路及智能瑜伽或行动之路 及行动瑜伽的追随者更伟大 啊 阿周那徒弟成为一个瑜伽行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